Hello 大家好 今次究竟是說些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買了很多相機鏡頭回去 實際拍攝的時候 究竟你們拍些什麼 漂亮鏡頭也有 漂亮相機也有 拍一下家人還是怎樣呢 今天我就想教大家 怎樣去看光和拍一張照片 由最初的概念開始 直到完成一張作品 好 開始今天的課程了 分享一下小小的拍攝心得 首先第一樣東西要拍照的時候 就不是真的帶一部相機就這樣走出去 跟家人或者約模特兒去拍的 其實自己就有一個概念 究竟你想今天拍一些什麼的相片呢 要有一個主題 我經常都會是這樣的 找了自己的主題之後 好 今天我就想拍一些低光的 軟一點的相片 還有一些柔軟的東西 我先朝著這個方向去出發吧 好了 想到自己的概念 要什麼相片的時候 你開始就選擇器材了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鏡頭 或者相機買了回來的 其實每一支鏡頭的特點都有不同的 例如我今天要拍一些比較軟一點的 低光一點的照片的時候 我就會選一些舊一點的鏡頭 去完成我的拍攝 因為舊一點的鏡頭 會帶給我一些靠為軟一點的影像 不會太Sharp 如果那一天是去拍一些 commercial的job、婚禮、fashion的東西 我就會帶一些現代一點的鏡頭出去 這件事大家都要記住 不同的照片 用不同的鏡頭 出來就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鏡頭有什麼特點 最重要是了解你身邊的器材 拍出來有什麼效果 好了 今天就選了一支 Leica M鏡 51.4 的第一代 就去拍一些同學老婆拍一些照片 好了 全部東西都在家裏 在腦袋想好的時候 就開始去籌備 去哪裡拍呢 腦袋就會在想 我的影像大概是這樣的時候 就開始去找地方了 其實我開車去一個 叫東部華僑城的酒店裏面 有一個大堂都有一些歐綠的色彩在這裡 最適合就是一些低光環境 拍一些很mody的感覺的照片 好了 講了這麼多我們在家裏想的東西的時候 就開始去拍攝了 好 去到現場的時候 第一件事會是做些什麼東西的呢 當然是看一下地位先啦 就不好呢 其實很多人去拍照 就一落到去 說見到美女 就立刻去拍照 想都不想 就對著美女 對著身邊的那些不斷按按鈕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來的 因為你要了解現場環境 光的角度在哪裡 然後你要去腦袋構思你的構圖 好了 現在先看一看影片 當日拍了一些影片有關現場環境的 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環境究竟裡面有些什麼元素 我們先看看 這裡是酒店大堂來的 我們就慢慢看一下 有張沙發 這張沙發古色古香 現場光也很美的 在天花上滲下來 好 看了幾個位置 然後呢 這麼快速度大家也看不到 好 這個亭這裏 第一個位置我看到了 就是有一個太陽在天花上滲下來 這個位置我第一個位置就想拍的了 好 接著呢 好 倒快帶先 對了 去到第二個位置就是這張沙發了 這張沙發大家看上去都好像平平無奇的樣子 但是其實它那個高光位和低光位都有很大分別的 所以你去到現場的時候就要懂得看光了 好 我們一路去看一下 對 這些陽光打下來這個位置 還有旁邊這些位置的光線已經是不同了 可以放一個人在這裡拍照 OK 好 這兩個位置已經確定了我要拍照了 OK 好 這樣呢 放一個人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呢 第一張照片 就是剛才那個挺的那個位置 那你就會見到呢 我利用那個光線 那個陽光 從這裡滲下來這個位置 叫主角就站在適當的位置的時候 剛剛吃到的光 就會散發到一些很有感覺的感覺 說真的啦 拍照的東西就沒有說好不好 也都沒有說誰拍照比較漂亮 照片是否漂亮的 這件事是很主觀的 但是看光線就真的要懂得怎樣去看了 所有的今天我講的照片都沒有用過閃光燈的 都是用現場光去拍的 那麼 剛才你去看一條片的時候 整條片你都會見到一些很光的環境 但是你拍出來的時候 那個曝光就一定是佈回高光位了 而高光位當它的曝光正確的時候 其餘的位置就會比較暗了 那麼 主體就會比較突出 那麼 好像這張照片這樣 我只能曝光在太陽下下來的手錶位 你會見到非常漂亮 還有後面的背景有一點點光滲出來 你就會見到一張很有氣氛的照片 OK 那我就讓我看看 可以放大一張照片看一看 你們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點了 OK 剛才我說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想拍一些很柔和的感覺的照片 這支鏡頭我拍照的時候 就是全開光圈去拍的 就做到我想做的東西了 非常柔和的感覺 有個highlight位 因為剛剛碰到鼻子 你會見到所有的東西都很夢幻的感覺 其實這些照片我拍了很久了 第一張照片我就成功去拍到了 OK 後期我一定有做過 下次就會分享我怎樣去做後期 今天主要是教大家怎樣去看光圖 而去拍一張照片 好 那就去看另外一張照片 剛剛的影片不是有一張沙發嗎 這一張就是在沙發那裏拍的了 那張沙發裏面有一個很高光的位置 其實你要有觀察力去看看陽光在哪裏射下來 叫回主角或者身邊的模特兒坐在那裏 剛剛滲下來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非常之好 都是這樣的曝光模式 就是我只是曝光的位置 不要把照片平均去曝光 因為平均了的時候 整張照片就會很flat 你會見到陽光滲下來 射下來的時候頭髮很美 鏡的表現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一些話剛才都說 很有電影感 還有很柔軟的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這件事已經在之前計劃裏面 就想拍這張照片就可以拍到的了 模特兒的姿勢 其實你都要做一些 去告訴他怎樣做 大概是怎樣做 不是說拍一張照片就可以拍到這一張出來的 其實你都要經過很多測試 不同的角度 最主要我們出去拍照的時候 就不要貪多 例如一出去拍照 我要四五百張漂亮的照片 其實真的不可能的 出去拍照 其實每一次去拍 有幾張 甚至乎你浪費的時間 是一天的時候 拍到一張漂亮的照片 其實已經足夠了 我覺得是 真的貴精不貴多 我們又看一下這條片 我看到 在牆牆那裏有很多這些花 叫老婆在那裏去看一下花 有時你不用叫牠站穩的 有時叫牠動一下動作 你側邊掌握牠就可以了 拍了什麼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張 都是有前景有後景 那樣看回那個花 看回出來 其實都 我覺得這張都不錯 都蠻好 雖然這張 就不是一張低缸照 跟身邊的人出去拍照 除了你自己想要些什麼的時候 你都要給回一些 他要的照片給牠 那牠都會分享一下 在各大平台裏面 其實都是一件開心事來的 好 接著我們就去看一下其他的環境 究竟那個環境 我們會做到些什麼 我們又看一下這條片 這個也值得看 因為看到一個位 剛剛陽光 她的老婆都很曬 射了下來 你會看到 前面這個高光位 和後面那個反差都很大 但是當你的相機拍下去的時候 你要預計到 那個分別有多少 如果看下去 這個這麼光 後面是不是一定要這麼光 這樣拍出來 其實不是的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你只拍那個光位 你就會發覺 拍照出來的環境 和你實際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這一點要懂得去看 還有要知道 我拍出來的效果 就是跟後面 現在的現場環境是很不同的 這樣 OK 這一個位 大家可以看到 很光 後面會造成一個什麼現象 這樣就拍出來 好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好 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 我只是做這個光的位 後面全部都是黑曬的 你會看到一個比較突出的主體 OK 好 我們放大張照片來看看 嘩 其實真的好漂亮 好軟的 好 其實跟剛才那個現場環境 是相差得挺遠的 但是你拍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那個曝光正確 就是在後面的暗的環境 就是會看不到 而主體就非常之突出 在這個環境裏面 我再拍到一張照片 就是會是半身上來的 這一張 OK 好 剛剛呢 那個光線就是打到面那裏 由這裏打到面那裏 頭髮吃到那個光 後面呢 如果放在左手邊這個長身位這裏 我覺得呢 就沒有那麼突出了 那個人呢 放在那個暗位上面 那麼光位跟暗位有個對比 那就見到那個暗位 即是見到那個人會比較突出些 所以這張照片其實我也很喜歡的 還有你拍人的時候 你都要去觀察一下那個人的臉 那裏面呢 還有那個輪廓 那麽 老婆呢 正面看就是 那臉面比較寬一點 但是側面看會比較漂亮一點 還有還有鼻樑可以看到 所以拍照的時候 你要觀察一下 那一個角度 是會漂亮的時候 你就拍多一點那個角度 那 都是好像化妝一樣 那樣 將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盡量用化妝去遮蓋它 漂亮的東西就盡量去放大 就可以拍到身邊的人比較漂亮 為什麼我們出去工作無特兒會收這麼貴呢? 零死角嘛,他當然收得你貴 拍完照片根本都不用怎麼收拾 但不是每個身邊的人都是無特兒 所以這件事就要自己去做觀察 當然,你另一半出來拍照 或者你找身邊的女生出來拍照 一定要花基本化妝所有的東西都要做一做 不然後期真的有些東西都做不到 好,我們拍完室內的時候 出去室外拍一下 室外我們就一直看 又看看室外這條片 看看有什麼環境我們可以 OK,開這條片看看 好,我們呢 咦,這裡我看到有個窗口位 剛才那裏 這些窗位呢 可以坐人在這裏 而且這條樓梯都非常漂亮 可以在這些位置拍照 其實,嘩 咦,老婆好像撿到金 老婆都跟了出去拍照 他都跑回到這個位置 他都知道這些位置可以拍到一張漂亮的照片 咦,永遠我們最簡單的構圖 都是一些三角形 四方形 去框住主體 就是最好的了 簡簡單單,而且有構圖 這個方法是最好的 找一些三角,圓形 四方形 這樣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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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做一些不同的姿勢 如果擺姿勢,好像我這樣 就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最重要是叫一個模特兒可以自己擺到 你也是按鍵 如果身邊的人不太懂擺姿勢 你可以叫他坐得舒服一點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人舒服 拍出來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這張照片我覺得都幾有感覺 拍出來那種 好,我們有放大來看看 嘩,真好漂亮 你看看頭髮 皮膚的質感 萌萌的,好夢幻 這種感覺是 剛才看到一條樓梯 在樓梯那裏拍了一張什麼照片 我先看看 對,這一張 在樓梯這一張照片 我看到陽光 就在它後面打下來 其實拍背光照是很漂亮的 因為太陽角度低的時候拍背光照 因為太陽角度低一點的時候拍背光照 你會看到在頭髮那裏滲了一些光 真的很漂亮 這種感覺 不用用閃光燈去補前面 用後期製作 亦都可以做到的 有時我們出去拍照 不是說 很多人可以幫到手 只有我 跟老婆出去拍照 去拍片 我又不想帶那麼多東西 其實後期或者 你前期的時候 拿得準一點 很少 在後期那裏 現在的相機的電腦 都很厲害 拉上來 都做到一張背光照 但是前面也可以 有一個正常的曝光的主體 好漂亮 這種感覺 好,我們又放大張照片 上來看看 看看它那種質感是怎樣的 你看 你看 頭髮又看到的 但是整個感覺又很柔軟 今次拍了幾張照片 都是我想要的感覺 今次帶這支51.4 去拍攝人 其實有一張照片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都想有時多些去了解鏡頭 其實那個背景 即散景 你其實要了解得很清楚 還有這支鏡全開光圈的時候 每一個光圈 給到你那種感覺 亦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出去拍照的時候 你要了解這支鏡 你要由最大光圈去拍 1.4 2 2.8 接著打到4 5.6 接著5.6打後 其實鏡頭都很sharp 那我就很少會用 通常我都是會用前面那三個光圈去拍 但是最多最多我都會開盡光圈去拍的 這麼貴的 買一支大光圈回來 沒理由不用盡它 對不對 如果你說買一支1.4 1.0回來 每次都去到5.6 那你不如買一支5.6 算吧 即是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好 另外有一張照片 我就想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拍它的散景 OK 去到一個環境 其實我都之前有分享過的 有時擺一個主體 在照片的哪一個部位都很重要的 還有後面的背景一定是不會很複雜的背景 不會有很多干擾 不會有很多顏色 不會有很多其他東西影響到你去看主角 即是影響到你去看主角 還有拍完照片出來 你可以放在電腦那裏做一張wallpaper 所有的icon 放在一個位置 另外你就會看到主角了 這個分布其實我都是這樣去做的 好 這張照片就會看到散景 說這支51.4 非常之美 但是呢 中到focus 那個位置更美 真是很sharp 得來很多細節你都會看到 這件事就是Leica散發出來的奶味 好 大概簡簡單單就去告訴大家 有個概念和看光 怎樣去拍攝 可能你會覺得好像有點複雜 那是不是可以再講得詳細些呢 其實你要做多些和去拍攝多些 你才會去拿捏到那個技巧 你才可以去拿捏到那個技巧是怎樣的 所以買了相機 還有拿了鏡頭 即是買了相機鏡頭回來 就多些就出去練習一下 去拍照 還有呢 為什麼經常都跟身邊的人去拍照呢 其實我都想帶回一個理念出來 就是有些好的鏡頭 有些好的相機 都想跟家人去分享 都想跟他們去拍一些相片 還有留一些紀念 今天這個小小的技巧分享 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 怎樣去拍照 怎樣去做後期的呢 我下一次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剛才的相片怎樣做後期 拍完之後那張原相是怎樣的 那張RAW是怎樣的 我都會跟大家去分享的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